有一种成分对心脏、大脑和眼睛至关重要 而人体无法自身合成,称为脑黄金 它必须通过饮食来摄取 那这种成分就是Om3脂肪酸 它是一类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在维持身体细胞正常功能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尤其在眼睛和大脑细胞中含量最高 Om3脂肪酸有哪些作用呢? 它被形象地称为心脏的保护神 Om3脂肪酸帮助降低血液中的甘油三肢水平 降低血压,改善血液循环,防止血栓的形成 并且维持健康的心脏节律 降低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 Om3脂肪酸又被称为脑黄金 它对大脑和认知功能起了重要的作用 它是构成大脑细胞膜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大脑发育功能和老化至关重要 有研究表明 Om3脂肪酸的缺乏 跟抑郁症、躁郁症、注意力缺陷有密切的关系 而且会影响老年痴呆症等神经性褪型疾病的产生 Om3脂肪酸有抗炎的特性 帮助减少体内炎症 对于预防和缓解糖尿病、心脏病、高血压、关节炎等慢性疾病有所帮助 Om3脂肪酸维持眼睛的健康 特别是22坦6细酸DHA对眼睛的健康很重要 帮助维持正常的视力 其实补充Om3脂肪酸并不难 只要经常食用坚果就可以了 但是一定要选对坚果 因为有的坚果含量非常低 有的含量非常高 相差上千倍 那么哪一种坚果Om3脂肪酸含量最高呢 那么在常见的坚果里面 核桃Om3脂肪酸含量最高 每100克核桃 大概含有Om3脂肪酸6200多毫克 是植物Om3脂肪酸最好的来源 它比山核桃要高10倍 比开心果要高24倍 跟腰果相比 它的Om3脂肪酸要高300倍 那么它比花生的Om3脂肪酸含量 要高170倍 它比杏仁要高上千倍 那有没有比核桃含量 更高的坚果和种子呢 确实还真有 那么在坚果和种子类食物中 Om3脂肪酸最高的是奇亚籽 其次是亚麻籽 这两种种子食物呢 它的Om3脂肪酸的含量 比核桃要高1到2倍 但是相比之下 核桃呢可能食用更加方便 除了这些坚果和种子 鱼是Om3脂肪酸最好的来源 特别是冷水鱼和脂肪丰富的鱼 它们含有的是 20碳5细酸EPA和22碳6细酸DHA 那相比植物性的Om3脂肪酸 深海鱼类是更直接的 EPA和DHA的来源 但是对于素食者 或者不想食用肉类的人来说 核桃或者各种坚果 仍然是Om3脂肪酸最好的选择 对于普通的比较健康的人来说 补充Om3脂肪酸 第一选择是食物 而不是保健品或者鱼油 不要单纯依赖这些补充剂 来补充Om3脂肪酸 因为这些产品在加工的过程中 会有很多污染 包括微塑料 纳米塑料 和一些其他的化学物质 以及添加剂和防腐剂 因为它们是加工产品 对于食素的人 不吃鱼的人 像亚麻子、起鸭子、核桃、菜籽油、豆油等等 都可以提供Om3脂肪酸 而且主要是亚麻酸 亚麻酸可以在身体里头转变成EPA和DHA 但是对于高肝油三脂症患者 或者有特定健康问题的人 医生可能会建议他服用Om3补充剂 比如说鱼油 但是对于普通的健康人群 通过均衡的饮食 摄入Om3脂肪酸就足够了 好了 关于脑黄金我们就聊到这里 记得经常吃一点核桃 吃一点鱼 保护你的心脏、大脑和眼睛 欢迎加入会员区 会员可以提前看到发布的视频 并且可以收看会员专享的视频 获取更多的健康知识和技巧 好了 谢谢收看 下次见